Nike特殊鞋款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馬 今天我們要介紹三款 五千多塊錢可以入手的 Nike特殊鞋款 這三款算是在台灣地區 話題性比較小 所以它的價格相對還算是便宜 大概是五千多塊 六千出頭左右的價格 鞋子本身絕對是很厲害 很特殊的好鞋款 第一雙我們就先介紹 古羅大眾的一個款式 Nike DUNK SB的款式 這個鞋盒非常特殊 不是我們常見的SB鞋盒 也不是我們熟悉的DUNK鞋盒 它上面有著B2 海紅的配色Nike 這也是今年Nike B2系列的一個特殊款式 我們可以看到它鞋盒非常用心 側邊雷射標籤Nike的logo 打開來 趁紙也都營造出這種 比較漸層的彩虹配色 這雙鞋子小馬是透過 明台OXTREE去做訂購的 都有他們的Dialba Call 這裡就是一個檢驗過認證的鞋子 SB我記得當時台灣好像只有 官網有發售 而且也是咻 瞬間就秒殺了 所以我最終就是透過這個平台 上面也可以看到現在的價格 大約都是五千多塊 六千多塊的價格 算是尺寸越大比較貴一點點 但中價位的SB款式 我覺得它吵架是可以接受的 這B2系列啊 其實是Nike每年都會推出的系列 那今年也是第一次使用這個SB的款式 主要是以白色的鞋面 皮革面料質感還蠻不錯的喔 但是左右兩隻 它是以鴛鴦的配色去搭配的 一邊天空藍的鞋帶 一邊粉色的鞋帶 如果你比較想要低調一點的朋友 很用心的附贈了全白的一組鞋帶 所以你也可以換成兩個都是全白的 後跟 一個綠色 一個紫色 搭配上面是非常舒服 這款式還有一個很特殊的地方 就是它的鞋舌 可以 塞東西 這個部分呢 就跟Nike的City Market 那一雙鞋子的設計是一樣的 但是City Market那一雙是Duck Low的款式 那這一款是SB 所以它本身鞋舌就做比較厚的喔 所以這個鞋子我還是建議大半號啦 我是自己穿11號的尺寸 鞋子側邊B2彩虹的字體 上面是有六個顏色去把它縫著刺繡 可以仔細個看到 這個Nike勾勾的部分 它的縫線也都是使用七彩的配色 紅橙黃綠藍電子的這個 袖上去的顏色 非常好看喔 在這個縫線的部分 而這一雙鞋子最大的特色 在於它的鞋面皮革的部分 你們看起來好像就是一個全白的皮革面 對不對 但其實這雙鞋子 它是一雙刮刮樂的鞋款 就是如果你把這個鞋子 我們有時候走路啊 可能會磨到啊 SB的鞋子 畢竟有些人會拿來玩滑板嘛 所以玩滑板的時候 你一定會刮傷啊 這個很正常的現象 刮開之後 這個鞋面裡頭 就會是一個彩虹配色的漸層顏色 所以這雙鞋你可以 放心用力的糟蹋它 去刮爆它 你就會發現它上面有 各式各樣的漸層配色 那如果你就是一個比較安全 比較正常的走路的話 它就是呈現出白色的配色 一般正常穿著這雙鞋子 它的鞋面是不會被刮開的 所以說如果你想要挑一款 很有特色的Nike SB 然後細節要很多 顏色上面又要很百搭 你看白色系 但是它又多了一些 彩虹刺繡的點綴 所以它絕對是一雙很百搭的鞋子 但是它的細節 它的設計感非常的濃厚 我覺得這雙真的是被低估的好鞋子 第二雙可以說是 近期最新的一個聯名款式 但熱度來說沒有到很高 很多人不太熟悉這個鞋款 今天小碼就跟大家介紹 上面寫著Nike Craft 這鞋款是Nike跟Tonsas 這個藝術家的第四部的聯名款式 那這藝術家之前推出過 Nike Craft Mask Yard 的鞋款 也就是火星鞋 造就了這個神話般的在售行情 5000多塊美金啊 那這當然也是GD當時著用的款式 所以它就一炮而紅 當初我們也有很榮幸可以介紹這個鞋子 給大家做一個開箱 最新的這個聯名 它這雙是GPS的版本 General Purpose Shoe 這一個鞋款 簡稱GPS 那透過這英文標示啊 就可以知道 就是Tonsas 它希望可以打造出一雙 所有人都可以穿著的平價款式 平價火星鞋 平價的Marsia 因為Marsia當初真的是非常限量發售 Tonsas本人也有說 當初做這個算是要試水溫 想知道大眾對於它的設計 是喜愛或不喜愛的 很高興 結果就是大眾非常喜歡它的火星鞋 所以它在這次經過了幾年之後的設計 終於做出了這一雙GPS的版本 我們看到鞋盒其實也非常可愛 都是它的這種手繪的這個風格 然後有這個Tonsas的這個簽名 所以我們再來就是把鞋盒打開來 在裡頭上面也是非常用心 告訴你Nike Craft這個 shoes 它的一些介紹 所以如果你去買這個鞋子的話 你可以看到它很用心的部分 平價版的火星鞋啊 GPS的版本 Marsia當初發售的價格 它我記得好像是六七千塊錢的樣子 在2017年那時候發售的鋼匙的價格來說 算是比較偏高的鞋款 而且Marsia的特色是它給了很多鞋墊 那還給了你一本宇航員的手冊 那在這次的聯名上面 除了鞋盒很有特色之外 它其實也沒有再額外的鞋帶啊 額外的配件都沒有 它真的就是打造出一個比較平價的款式 那其實從外型來看 它確實也有Marsia的風格 但是整體的腳感呢 我覺得這雙鞋子它鞋面呢 透氣的這種布料啊 網塵布算是還蠻不錯的 就是很透氣很輕盈的這個感覺 鞋身布料我還蠻喜歡的 但是這個鞋底真的很硬 我覺得這個鞋底算是這一次比較可惜的地方 它真的是太硬了 穿起來真的好像就是走在地板上的感覺 Tonsas是說希望這雙鞋子 可以符合在各種地方各種環境都可以穿著 所以它用了這種比較像鋸齒底的部分 你可以拿來穿登山 你可以拿來做走路 你可以拿來工作 所以它可能才會選用這個比較硬的底 比較能夠克服各種惡劣的環境 也許用的太舒適的話 可能就不能登山了嘛 有一好就沒有兩好 這雙鞋子缺點就是 走久了我覺得腳會不舒服 但是它確實你要拿來登山也沒什麼問題 這個土黃色的配色其實是這個GPS的第二款配色 它前面還有推出一款叫做Boring 真的就叫做無聊白的配色 這個配色是只有在Tonsas它的自己官網有做發售 就是一個量比較少的版本 那土黃色這個有點芥末黃的配色呢 是大量發售的版本 相對比較大量就是各個國家 Nike高等級鞋店都有做發售 我覺得這款鞋子雖然說是平價版 但它該有的特色還是有一看 像是Marsia鞋舌這邊有做一個拉環 後掌跟有做一個拉環這邊都有做出來 那鞋舌的部分呢 後面這邊也可以看到 像Marsia上面有的這個Tonsas的這個簽名 還有這個鞋子它製造的日期 它在2021年所設計出來的這個鞋款 還有它的型號 都是用一種手繪的風格去呈現的 這個鞋子版型正常穿著 平常穿幾號就購買幾號 那後掌跟的部分 它是有一個Nike 是呈現出Tonsas它手繪的這個Nike logo 這雙價位女生的尺寸比較便宜 大概五千多塊 算是比較便宜的價格 尺寸越大它會比較貴一點 但是也沒有說貴很多 目前大概就六千多塊七千塊錢 左右的價格也還算是可以接受 這就是第二雙Tonsas的Nike GPS 第三款我們看到這鞋盒也是特別的 這一半呢是3M的反光材質 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logo 這就是Nike跟加拿大歌手Drake 一起推出的一個支線品牌叫做Nata 這個品牌在今年首次推出的Nike鞋款 它是這一雙Eltera的鞋子 這鞋款的材質本身土腰還是荔枝牛皮的材質 鞋身上面挖了非常多的孔 它裡面是反光條 所以你可以造出它有很多的3M反光細節 後邊的穩定片這一塊呢 也是做3M反光的 那還有比較特殊的是一個 銀色的鐵排Nike立體logo 在側邊有一塊 那在鞋前頭皮革這邊也有一塊 那上面鞋舌這邊呢 是Nike的這個Nata logo 是Drake的Nata品牌logo 它就是三個有點像十字架的符號 內側的部分在中底這一塊 用上了六個Nike的立體勾勾圖 所以我覺得這個鞋子的設計上面 算是還蠻特別的 而且是很用心 在設計一款很帥氣的籃球鞋子 那其實來說 這雙白色配色算是 它目前炒價上比較貴一點 大概要9千1萬 如果你不想要買炒價的朋友 最近有發售一款新的是黑黃的配色 那一款就幾乎是原價就能輕鬆入手 甚至還有可能會買到折扣 定價是5400塊 黑黃的版本 那鞋子來說就是 完全只是配色上面不同而已 完全是一模一樣的款式 所以如果你想要體驗這雙鞋子 我覺得你可以先去購買 黑黃配色的版本 它是原價5400塊 能夠輕鬆買到的鞋子 那我們再順便帶到一下這個鞋底 它都是做得比較帥氣 比較特殊的一個鞋底 所以這雙鞋子算是 從無到有的一個新設計出來的款式 所以我想要自己還蠻喜歡的 它是一雙很好看的 復古籃球鞋 所以今天呢 我們介紹三雙被眾人忽略的 Nike 好鞋子 都在5000多塊 就能夠入手到的鞋子 算是中價位 但是你可以買到 很特殊的一個款式 所以這三款 各位比較喜歡哪一雙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小馬 那如果你想要購買的朋友 也可以透過 OS3的App去做選購 那在資訊欄還有置頂留言處 都有提供下載連結 現在下載的朋友 就可以獲得台幣600塊的購物金 去做訂購選擇 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跟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